龙哥,台股我只敢看不敢玩了 谢谢妹妹开金口 我知道机会来了 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 我是品君,欢迎龙哥 妹妹你好,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台股虽然今天上涨不过量缩下来 整体来看整个观望气氛很浓厚 在盘面上我们要怎么找聪明钱呢 是,我们这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教大家找出下一波的主流 但是我们要先跟大家探讨的是 为什么今天这个成交量会量缩 那你可以看到 今天已经收到2400多亿了 那跟昨天3000亿是差的蛮多的 那最主要是大家都在等 今天的这个联主会的会议 看看鲍娥会讲什么 那其实这种蛮羡慕鲍娥的 因为大家都在等他 但是却没人在等我 对,这题吧 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是 今天晚上是一个非常重要 那这会迎创到台股的 接下来的一个方向 但是你可以发现 聪明钱虽然说今天是呈现量缩的 但是聪明钱并没有感到恐慌 他没有积极在做避险 怎么说呢 你可以看到我们帮大家圈起来 这种红色框框 其实上涨加速是大于这种 大于下跌加速 那照理来讲 如果盘面上很恐慌 大家都认为说会出事了 这边应该是下跌加速 加速会比较多 对,但是反而是什么 上涨加速比较多 所以这代表说大家认为说 接下来联组会的会员可能不会影响到 美股或是台股太大的一个变化 可能还是乐观的 对,因为这经济仍然是呈现一个向上发展的 所以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 只要这经济还是往上 那这边震荡的过程中 只要没有跌破支撑点 都是大家的一个好买点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现行 其实我们一直跟大家聊到 17600 对,这个平均都会被17600 你知道讲完我要讲什么了 再重来一次 好 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 17600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这点位只要没有跌破的话 行情就还有机会这样 还有机会去挑战这个高点 那你可以看到两天都守在这个位置 那明天过后即便有跌破的话 我们能说其实你也不用太过担心 因为行情只是回到一个区间震荡而已 这个区间你可以抓区间下雨在这际线附近 那你可以看到际线仍然是呈现上扬的 而且扣跌位置也要扣你带 这相对低档 所以际线会有一个支撑 那我们这边应该怎么操作呢 就只要控制你的部位就可以了 如果它行情上升轨道 比如说这边17600站稳 要去挑战这个高点 重新行上升轨道 我们部位就可以放大什么 6成到7成 那如果往下跌破的话 我们就缩紧到5成以下 那直到这回撤际线的时候 你这边手中的场 满手的现机能 可以去弯腰减钻石 这边我们不怕涨不怕跌 最怕是什么 最怕是行情来了 我们手中没有那笔钱 抓不住 对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这样 让你的部位保持弹性 那接着我们回过头来看贵买指数 那其实贵买指数 今天是相对比较强势的 那昨天一根黑care 今天收付了黑care一半 所以上扬月线提供了一定的支撑 那其实在昨天今晚收到的节目 我们跟大家聊到 投信大买这个什么 加全指数 为了什么让这盘式安定 然后再回过头来 回过头来去中小型股积极去做账 所以目前看来投信还是有做账的压力 再来我们回报来看这个B10恐慌指数 如果说这个盘面要真的是要反应这个 可能会大幅反转的话 刚刚提到这个聪明钱 并没有积极在做一个避险 对啊 最明显的指标是什么 就看这个B10恐慌指数 其实聪明钱仍然是在盘面上找寻机会 对那除了这B10恐慌指数 你一定会认为说中哥 接下来又要讲新台币货率走势 中哥这边绝对让你猜不到 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是 这个1月选择权的报价 那你可以看到put跟call的价格 其实如果说这边行情真的是要往下的话 大幅度的反转 那其实照带来讲put的价格会往上飙涨 那你可以看到其实并没有 那这边就是维持着一个动态均衡的 所以我们就看看这个联储人到底会讲了些什么 那中哥这边要跟大家提醒的是 联储人如果讲完话之后 那这边的行情还是维持着一个震荡 我们应该找寻什么样的对护来布局 那这边中哥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 你可以去找寻一下 在盘式震荡的过程中 就没有大幅度破跌 也就是什么相对抗跌 甚至有时候涨一天 然后休息个两三天 又往上创新高 这样的态势很容易是下一步的主流 那其实在前天跟前天的时候 我们跟大家聊到低价转机股的网通类股 那你可以看到今天盘式虽然说比较闷了一点 但是这些低价转机的网通类股还是相当活泼 三四七的逊州今天涨停板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七零射何情况呢 今天也是创了一个破断新高 所以投票你可以把握这一招盘式震荡 那如果有那种股价越定越高 代表什么 它很有机会是成为下一波的主流 对那说实在这一招可能大家都有听过 那说破没有什么 但是重点是你有没有严格去执行这个纪律呢 那我们要跟大家聊到另外一个主流族群 就是这个 我们在昨天跟大家分享这工业电脑 对这个你蛮会讲的 因为我们那天是一起录的 对这一part就让你讲 没有今天还是你的主张 今天还是我 我要跟大家聊到的是工业电脑 其实你可以看到今天掌声 包括炎华也好 或是这飞捷也好 都有呈现一个大涨 那炎华还要来到一个涨停板位置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之前是集中流入到工业电脑这一块 那工业电脑今天走势非常整齐 也符合刚刚跟大家聊到 大盘震荡过程中 股价却是越电越高 而且不是只有涨一档 它是A档 A涨 B涨 C涨 大家通通一起涨 族群新行情 族群新行情是我们最喜欢的 所以大家可以把握震荡的一个机会 那更多讯息就请大家 交入中个来的跟调本 以上谢谢 谢谢龙哥精彩的分析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资讯的话 记得加入龙哥 LINE AT跟TELEGRAM喔 台经及时通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